還是稍微要感謝中國啦 因為他們非常激進 而且不禮貌的行為 逼著大家把戰略都變得清晰了 我之前就提過 中國對裴洛西要來 可能來台出訪這件事情 他們做出非常離譜的動作 甚至嗆聲說 如果你敢去 我就把你飛機打下來 美國跟你們是邦交國 你們跟一個邦交國的 最重要的國會議長講這種話 你覺得這個國家 是隨便你修理的嗎 我覺得中國 他們過去經濟實力上來之後 他把其他國家都動作小孩的 在看 但是事實上就算是再小的國家 你都要尊重別人 更何況美國到目前為止 還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強權之一 所以其實像今天 當然身為我們這樣在 國際上跑了很多 國際事務的人來講 今天有出現這一些名詞 我們都非常感動 因為以前常常在這種 國際會議上 你會用的詞叫做什麼 我們是一個民主政體 是一個經濟體 或者是一個叫做什麼 實體 或者什麼 一個民主的島嶼 我們其實很少 他們在整個官方行程裡面 用到的是 countries 是國家 所以今天裴洛西事實上 他以議長的身分 到立法院去拜訪 就有人注意到說 他在這個用的詞裡面 直接真的是開大門 走大陸進國會 然後進去之後 他後來他在跟蔡宇昌副院長 見面的過程中 他用的是我們的國家 也就是說 我們兩邊的國家 我們如何一起來合作 因為他提到 包含COVID-19也好 包含台灣也已經 跟聯合國的這個步驟 還有一起在處理的我們講的永續發展目標也好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他整個行程 這個過程中我們過去都會遇到說可能偶爾就來一下 快速的快閃走 所以其實不是今天有一個新聞說昨天有彰化的一個糕餅店說 他停留幾個小時我送幾顆餅 現在大家幫他算起來買一盒要送三盒了 因為他待的時間很長 他要送九千盒 對 尤其是他還來住了一個晚上 事實上住了一個晚上這件事情有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他是一個很正式的來拜訪 所以他住在這邊一早開始第二天行程 第二個代表台灣的國防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也就是說美國這麼重要的這個議長來到台灣 你能不能確保他住在台灣的時候能夠安全 我相信昨天的這個住這個晚上 對於我們的外交部國防部跟甚至AIT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也代表說他信任說這個國家我來這邊待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他昨天下飛機我們女生都知道搭飛機很累 他年紀也不輕 你竟然可以在下飛機的時候是踩著高跟鞋 剛剛主持人提到腰桿挺狠直 他的腰桿挺狠直 不只是物理上的腰桿挺狠直 他在整個政治還有他所堅持的價值上 他的腰桿也很挺狠直 我相信中國你們真的惹錯人了 中國他們現在是外交部長是胡錫進是不是 因為出來講最難聽的話都是他 他出來講講的非常難聽 你們要什麼注意 我們會打你們 你們要注意什麼後果自負 大家已經有人在玩輪盤 就是說他們每次講什麼後果自負 所以什麼嚴正抗議 每次講都講這些 所以事實上 胡錫進就被大家問 那你說會有什麼結果 結果他後來就變成 他只好說回去說 我們有做突破 我們也是有做突破 所以事實上 第一個是你讓這樣子的人 他不斷的幫他們發聲 是一個中國很麻煩的問題 但這個是自圓其說嗎 你看他前三天嗆聲唱得那麼大聲 後來就說 我們也有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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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他大使叫來罵 我們把他大使叫來罵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其實一開始 我們就說中國自己玩火自焚 但紀元委員 我半夜都不敢叫我小孩來罵了 何況是半夜把一個大使叫來罵 深夜緊急召見 而且向美國提出嚴正的交涉 跟強烈抗議 你有什麼事情不能早上說 你一定要半夜把人家抠來嗎 這外交裡面 禮貌上面是非常非常沒有禮貌 當然他們這樣做的行為 就表示他們認為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那不惜就是說 在外交策略上面做出一個 把美國的外交代表 晚上叫來罵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們把外交代表 叫去罵常見 之前法國 他們有一些 就是說媒體報導的民主活動 他們也把大使叫去罵 像那時候 我們講的 捷克的議長要來台灣 他們也是把他們叫去罵 那事實上當然 我覺得有點可憐 就是說像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資訊 但是在中國 內部他們在微博上面 只能全部都崩潰 他們的崩潰其實很可憐 是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全球的這種民主國家 大家的運作是怎麼樣的 陪洛西你千萬不要去 你去就是踩我們一中政策的紅線 你去了我就要把你打下來 好你降落可以 你睡覺也可以 你千萬不可以開記者會 對不起我要開 我想要幫陪洛西找理由就對了 好你開記者會也可以 你千萬不能見台灣的領導人 我見了總統我也見了 你見了總統你不要公開亮相 我去人權園區 我還見了無耳開信 我還見了很多人 所以現在小粉紅心裡想 什麼一中政策 他現在是束手無策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只好用六塊區域 然後來安排 他們內部的這些小粉紅的心安 可是小粉紅已經不領情了 小粉紅說 你的紅線不斷的往後劃 你到底是老虎還是紫老虎 如果是紫老虎趕快千萬別碰水 因為一碰水就揍了 就沒有辦法 既然包括像在7-7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看板 居然都有一些不肖人士駭客入侵 這個是蠻離譜的情況 對的確 我覺得我要提醒台灣的媒體 這兩天在報即時新聞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中國這兩天 其實發動的網路攻勢不斷 我先從最早的 昨天下午大概5點多的時候 總統府就被駭客用DDOS攻擊 大概癱瘓了差不多20分鐘左右 那他那個攻擊量 那個登陸的量大概是平常200倍左右 那接下來這一波 接著一波的其實要嘛就假新聞 要嘛就網路攻擊 昨天這假新聞其實還蠻好笑的 你看 先看這個 這個說什麼這個解放軍空軍 蘇凱35飛越海峽中線 我覺得中國的隱形技術真好 隱形到全世界都看不到他們的飛越以後 這樣是鬼越嗎 是鬼越 現在是鬼越 我們真的都看不到 全世界都看不到 真的是幽靈 這太厲害了 然後這個更好笑 拜託你們坐起來 先我認真一點 裴洛西是降落在松山機場 你去炸桃園幹什麼 更何況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這個叫做假訊息的攻擊 那小七這個就叫做網路攻擊 其實不只這個 像包含台鐵的左營的新站 今天也被攻擊 那包含在南投的一間 有一個路邊的電子看板也被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證明中國的確 無所不用其極在台灣用這個網路的攻勢 但是我現在比較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網路攻勢 如果是來自境外 那我們還可以防範 我很擔心它是來自於境內 也就是說中國提早部署在台灣的第五重隊 在這個時候利用在境內發動網路的攻勢 我覺得這個我們相關的刑事局 或是我們的國安單位 都必須去把它查清楚 因為現在是成平時期 那你如果在真正戰爭的時候 大家想想看 當你如果說假設你的耳朵可以聽到 炮彈爆炸的聲音 然後你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會不會相信它是真的 我覺得多數人恐怕就會相信它是真的 就當你聽到炮彈聲 然後你看到新聞說蘇凱35飛越海峽中線 你會相信是真的 因為昨天晚上是因為 這個太扯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成平時期 所以你在講這個事情 大概基本上不會有人相信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倒是 中國顯然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在實驗 萬一它哪一天要對台灣動手的時候 真正的軍事攻勢配合假消息 跟它早就潛伏在我們國內的第五重隊 配合網路攻勢 這個其實有點像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翻版 那當時烏克蘭是因為運氣很好 因為美國情報單位事先告知他 所以他把他網路受攻擊的情況 放到最小 那我覺得中國這兩天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這兩天紛紛接 尤其昨天 紛紛接到中國朋友的詢問 或者是說有些台商 那他在中國那邊也有同事 他們真的以為台灣人現在很緊張 你知道他們都透過這個line 或是他們有時候有些微博的群組 他們就中國那邊同事就問台灣的 同一家公司 你們現在還好吧 你們還緊張吧 你們還有東西吃嗎 那電話怎麼打得通呢 你怎麼可以打電話走呢 就是沒有事情 還有東西吃 就我的朋友就很可愛說 對啊 我們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們真的很緊張 不曉得要招待這些戶賓要吃什麼 那我們真的很擔心 沒有把他們養胖一圈 怎麼可以放他們走呢 台灣人不就這樣嗎 來台灣一定要胖一圈 要我要多一寸才可以回去 對不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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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